很高兴今天早上可以跟牧师一起来证道 今天证道的主题叫做 他就跪下祷告 不知道你曾有这样的经验就是 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跪下祷告 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个章节里面的故事就讲到彼得能做的事情 他就剩下只能够跪下祷告 我们现在在使徒行传有一系列的正道 在今年我们就使徒行传已经有18场的正道 到目前我们只到了第九章 而我之前就想说可能我必须要加快脚步了 而我当时想说今天所谈到这个章节好像不是最主要的 可能我可以把它跳过去吧 然后我就被罗马书里面15章章节 好吧让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章节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所以这提醒到我说 里面所写的一切都是好的 也是来教训教导我们的 也帮助我们可以学习忍耐 让我们不至于放弃 也来鼓励安慰我们 让我们有盼望 因为所有写的一切都是好的 所以我最好不要跳过去 因为在英文里面所写的就是从前有写的圣经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教导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在我们看这段章节之前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 如果你带圣经的话 请握在你的手中 亲爱的天父 我们为圣经这本宝贵的书 向你祥想感恩 这是你又真又活的话 主 祝你借着你的话语 借着圣灵 今天对我们心中说话 请你帮助牧师跟孩子 今天能够清楚地传达你的信息 主 最重要的是 让我们每个人都听到你自己的声音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大家请坐 在刚刚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这段章节 我们看到德意医治的以尼亚 还有从死里复活的大比达 有谁听过就是以尼亚和大比达 作为主角的正道吗 一位 牧师呢 三位 我自己这一生中都没有听过以尼亚和大比达的经报 我自己也从来没有听到他们来说 所以今天对于我大多数人来说是很好的一天 以尼亚是瘫痪的 他是长战的 他在入室上躺卧了八年 有八年之久他不能起床 彼得来了对他说 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 很神奇的他得到了医治 然后彼得又去找了大比达这个人 大比达不是长战 他是已经过世了 他死了至少两天以上 他去到大比达那里对他说 大比达起来 这个女子就从死里复活 当我读到这段章节来准备今天展章的时候 有两个想法进入我的脑海 我不知道你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心里有任何的想法吗 第一点我想到的是 神不是很神奇吗 耶稣不是很棒吗 耶稣可以医治 耶稣可以行神迹 透过彼得这个人 神医治了这些人 这是第一个想法 而第二个想法呢 如果神可以医治这两个人 为什么神不要医治所有人呢 为什么有些人得到医治 有些人没有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我们每一个作为基督徒的都应该来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领受神迹 有些人没有 而我们为什么每个基督徒都要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没有来到教会的朋友们 他们会想这些问题 他们会想说如果有一位神的话 为什么他不帮助所有人呢 在有一个故事是提到91的时候 有一对年轻的夫妇 他们是亚洲人 他们是在世贸中心 其中一个在其中一个塔 其中一个大厦里面工作 另外一个是在另外一座大厦里面工作 他们都觉得这是神迹 他们就成为了基督徒 他们感谢神 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真实的故事 不过你可能会想说 神如果可以救他们两个 为什么神不救有其余的三千人呢 那其余的三千人呢 为什么有些人得救 有些人看起来没有得救呢 在2010年就是七年前左右 牧师的师母带领了一个短宣队去到亚洲 我们去到那边就遇到了这个家庭 这是母亲Caroline 还有四个儿子 还有一个女儿 她的先生Michael是一个亚洲人 是华人 他是拍照的人 我们遇到这个非常可爱的宣教士家庭 他们来自美国 他们是在带族里面在行他们的事工的 他们住在这个云南区 也就是泰国 缅甸 还有中国的边界 在这个族群里面 都是没有很多的基督徒 所以他们去到那边很多年 然后学习带族语 他们在那边来行他们的事工 他们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家庭 这母亲Caroline后来就患病 她得了癌症 所以他们就回到美国 所有讯息就传出来要为Caroline来带道 全世界数以千计的基督徒在为她祷告 我们星期二早上跟晚上的祷告会也为她祷告 六个星期前她过世了 有五个孩子 是宣教士的家庭 为什么神没有应允这个祷告呢 她医治了以尼亚 也医治了多家 为什么她不医治 这要理解很困难 有时候我们读到圣经 我们看到有些人领受到神迹 有些人却没有 在希伯来书里面11章 他提到的是信心的男女 这是很长的一段章节 不过我希望你帮大家来看 在希伯来书第11章 准备人 哇 这边说到 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 行了公义得了应许 堵了狮子的口 灭了烈火的门士 拖了刀剑的锋刃 软弱变为肝强 增长显出勇敢 打退外班的全军 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 这一部分停在 第35节的前部分 不过你从 第35节后半部开始看 这边说到 又有人忍受言行 不肯苟且得释放 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 又有人忍受戏弄 鞭打 捆锁 监禁 各等的磨练 被石头打死 被锯锯死 受试探 被刀刷 披着绵羊 伤羊的皮 各处奔跑 受穷乏 患难 苦害 在旷野 伤岭 伤洞 地穴 漂流不定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在同一段章节里面 有些人领受了神迹 有些人却在受苦 神拯救了一些人 他却没有拯救其他一些人 他医治了一些人 他没有医治其他一些人 你会想说 这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你是否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不过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 今天我会跟大家来分享我的答案 因为我有个答案 我接下来等一下会跟你们分享 不过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这个故事 看到这两个人是怎样得到医治的 如果有带圣经的话 请你翻开到这个章节 我们从32节开始看 彼得周游四番的时候 也到了居住履大的圣徒那里 他去到履大这个地方 他就探访了那些圣徒 他探访了哪些圣徒呢 是圣马太巴 是圣马克 圣保罗 圣约翰这些人吗 是所有的基督徒 基督徒就称为圣徒 所以当他这边说到 他们去探望这些圣徒的时候 他其实就去探望那些基督徒 有时候我们被称为信徒 有时候是门徒 有时候我们被称为圣徒 圣徒在希腊文 Hegios里面 它其实就是圣洁的意思 或者是分别出来的 如果你今天是基督徒 你就是圣徒 因为你信靠主耶稣基督 就成圣了 而你被分别为圣 来侍奉神 所以你是圣徒 所以我今天 我要你转向你旁边 然后跟他打个招呼 所以你跟他讲说 我是小黄圣徒 所以因为我们都是圣徒 圣徒不是指已经过世的人 是一个活着的人 而我们都是圣徒 因为我们不觉得自己很圣洁 所以可能我们不会接受这样一个称呼 而他去到旅大这边 探访那里一个圣徒 在那里他遇见一个人 名叫以尼亚 得了瘫痪在路子上躺过八年 我不知道他不是长这个样子 不过就是大概这样 一路撒冷是这个点 这边是死海 以色列在这里 旅大是非常靠近的一个地方 然后就是约帕这个地方 也就是大比达在的地方 约帕今天叫做亚法 是特拉维夫的其中一个部分 在沿岸上去看到 我们就看到盖撒利 也就是罗马军队的这些基地 我们这边看到很多细节 看到这个城市的名称 这个人的名字 他得了什么病 他躺过了多少年 这边有好多的细节 为什么圣经这里有这么多细节 因为这就是真实所发生的事 所以路加就真实地记载下来 因为这是真实的 因为真的有一个叫彼得的人 然后也真的有一个叫女大的地方 你今天可以去到那里 这是真实的 这是真实的故事 真的有一位神 为什么你在圣经中 你能够找到这么多的细节 因为它就指出了 圣经在历史上的准确度 他去到旅大这个地方 就找到以米亚这个人 以米亚在路子上躺过了八年 他不能起床 我知道有些人也不能起床 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起床 他是想要起床 却不能 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第三十四节 彼得对他说 以米亚 耶稣基督医好你了 起来 收拾你的褥子 他就立刻起来了 耶稣基督医好你了 你看到他说话的方式 是非常直接的 这也是耶稣说话的方式 如果你看马太马可 路加 约翰福音的话 你看到耶稣说话的方式 他是带有全弊的来说话 他会对魔鬼说 你要静默 你要出去 他会对风暴说 你要静止 他遇到生病的人 他会说 你要得医治 他是非常直接的来说 因为他有这样的权柄 他有权柄可以胜过这些魔鬼 他对他们说话的时候 他们就来服从他了 他对这些 他也有权柄胜过这些疾病 当他说话的时候 人就得医治 所以你看到彼得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他对大彼大说 大彼大起来 在第三章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瘸腿的人 他说奉纳萨勒人耶稣的名 起来行走 所以你可以看到彼得做跟耶稣一样的事情 因为耶稣给了彼得这样的权柄 不过他不只是给彼得这样的权柄 他给他所有的门徒都有这样的权柄 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奉主耶稣的名来说话 所以神不只是使用彼得来的事人 他用了其实很多的门徒 他也要使用我们 然后第三章节说 凡处旅大和撒伦的人都看见了 都归福主 第三章节 第三十六节 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彼大 翻希腊话就是多家 她管行上士 多施周记 有一个女徒名叫大彼大 她是一个基督徒 她住在约帕 她有两个名字 大彼大和多家 这边大家有两个名字 有谁呢 大家各都都有两个名字 我也有两个名字 Jack Stewart和司徒建国 Jack Stewart和司徒建国 大彼大是她阿亚朗语的名字 多家是她希腊的名字 两个都是同一个意思 就是领阳 这是她名字的意思 她名字就是领阳 所以是非常可爱 非常漂亮的人 而圣经告诉我们 然后管行上士 多施周记 她爱神 她在乎人 她是一个美丽的人 不过你看发生什么事 37节 当时她患病而死 有人把她洗了 挺在楼上 38节 旅大源于约帕相近 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 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 要求他说 快到我们那里去 不要当眼 约帕离旅大大概40公里 大概要去到旅大 需要用一天的时间 然后找到彼得之后 可能又要用一天的路程 再回到约帕 所以她过世至少有两天了 然后看第三十九节 这边写到 彼得就骑身和他们同去 到了便有人领她上楼 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 拿多家与他们同在时 所做的礼仪外衣给她看 他们就把彼得带到楼上 其实寡妇都在为她而哀哭 在那个年代 如果是寡妇的话 没有人在经济上来 支持他们 所以那时候教会就会 以金钱还有去来喂养 这些寡妇 而这个大比达就帮助他们 她做的是什么呢 她是怎样帮助他们 就是礼仪和外衣 她是一个裁缝 今天有很多女性基督徒都非常地欣赏大比达 很多女性基督徒今天都觉得跟大比达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大比达爱神爱人 她用她的技能来帮助人 也许她不是一个正道教 也许她不会成为一个宣教士 不过她有这样一个技能 她可以缝绵 然后她把这些衣服做了 送给他们 帮助他们 今天有人可以做真枝的吗 现在这 现在才有人可以做真枝的吗 一位 二位 三位 四位 有几位 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妈妈常常常都会做真枝 她会帮我做羊毛的毛衣 她也教我怎样做真枝 锏一 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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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吗 然后 锏是很棒的 牧师圣跟师母几年前去到雪梨 有个朋友就带我去他们的教会 有大概三十多岁的一个女子都在我前面 她正在做一件我在教会里面 从来没有看过其他人做过的事情 她在教会里面在做针织 然后领会就说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歌 她也站起来了 她也唱歌 或继续有动作也继续地做她的针织 真的被吸引住就一直会看到这些从来没看过的事情 然后在聚会之后就跟她说 她说你是我第一次看到在教会里面做针织的人 她说我很爱针织啊 我也很爱在我敬拜的时候来针织 这帮助我可以集中 所以很棒 很神奇 是我们跟牧师说要告诉其他人跟牧众说可以在教会里面做针织 这只是很棒的 可能在教会里面可以做吧 这是她恩情她能做的 这是她上场的 神可以用我们所有的才干 无论你上场什么 你喜欢做什么 神可以使用这一点 这个女人她可以做的是缝纫 所以她就用这件事情来服侍神 而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上场的东西 而如果你把这件东西向神献上的时候 神就可以使用它 来祝福别人 你所上场的是什么呢 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在想什么 你知道 可能会说 牧师 我很强的就是吃 我爱的就是吃 这是我的属灵恩赐 你可能就要成立一个美食小组啊 可能就可以把你的朋友聚集在一起 然后分享生命 然后跟他们分享主的福音 神可以用任何方式 你所上场的是什么 大比达这个名字是非常实际的人 我们看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第四十节 彼得叫他们都出去 已经有一个死人 所有人都在哀哭 你会做什么呢 他就跪下祷告 转身对着死人说 大比达 起来 他就睁开眼睛 见了彼得便坐起来 彼得伸手扶他起来 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 把多家活过的交给他 这是很神奇的一个神经 但是圣经里面记载 从死里复活唯一的一个女性 很神奇的一个奇迹 而这边写道 这是传遍了约怕 就许多人信了主 这就让我想到 为什么他得到医治 而其他人没有得到医治 所以今天在结尾的时候 我想要回到 我开始提到这个问题 神为一些人行了神迹 不过其他人却没有行神迹 他医治了云 他把大比达从死里复活 当说有千计的人 为Caroline祷告的时候 他去过世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不固定的一个模式 是好像随机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样 我想了很久 这是我的答案 这是我的答案 我不知道 我也觉得没有人知道 我有五点是我知道的 有五点是我知道的 如果你会想说 为什么我的祷告没有梦里 我一直持续的祷告 却没有得到答案 即使耶稣做的祷告 也有一个还没有得到回应 你可能会想说 耶稣做的祷告 天父一定会出离听 一定会回答的 不是吗 不过在约翰福音 第17章 耶稣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 你知道他祷告什么吗 他祷告说 教会基督徒 会怎么样呢 是合一的 在约翰福音 第17章 20章 他说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也为那些 他们的话信我的人 祈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让教会是合一的 如果你今天知道 今天教会的状况的话 你知道教会是非常分立的 这是在教会 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很常会有很多的分身 基督徒之间 你可能会说 牧师啊 我们在灵里是合一的 不过事实上却没有 这个祷告 今天还没有蒙音 问题是 我们人心的险恶 如果你祷告 却觉得你还没有得到 你想要的答案的时候 你不要沮丧 因为耶稣也有他 还没有蒙音 第二点我知道的 是上帝不会在乎 那些轻浮的祷告 如果你是一个学生 你是一个懒惰的学生 你从来不读书 你说我做的可能就是这样一字 然后你走向你考试的地方 然后你开始祷告 神啊 我是个基督徒 我好爱你 请给我一个A等的成绩 这就是一个轻浮的祷告 你不要求神做这件事情 神不在乎这样的祷告 如果你需要钱 如果你需要钱 神啊 让我可以赢到乐透啊 这就是一个轻浮的祷告 就去找工作啊 不要想要赢乐透 那如果你的祷告并不轻浮呢 也许你是为你爱的人祷告 也许你是为一个工作祷告 也许你是为一个婴孩祷告 很多的祷告并不轻浮 持续地祷告 不要放弃 持续地祷告 为什么神没有回答你的祷告呢 我不知道 我要放弃 而且要持续地相信 不要说这行不通了 行不通了 我已经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都行不通 我就放弃了 不要放弃 不要就这样放手 要持续地相信 知道说神的道路 不永远都是跟我们的道路相同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我们也要承认上帝有权说不 主啊 我是从心底来向你求 我相信你 但是我也承认你有权说不 你是神 而你知道什么对我最好 耶稣也做了这样的祷告 耶稣也做了这样的祷告 当他在哥西马尼远的时候 他就要面对支架了 他知道他隔天就要被钉死在支架上 这就好像要领的苦杯一样 是受苦的 所有的罪钱 世人的罪钱都在这苦杯当中 他跟父神说 如果可以的话 请把这苦杯挪去 不然他承认说 神天父是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作为基督徒 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我们必须要允许神做神 我们并不知道所有的一切 我们并不清楚地理解所有的东西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过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 所以我们信靠祂 我现在会唱一首歌 我知道在这边用说的当然很容易 但是如果你身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的时候 可能是很困难 我们在这边可能说 你要继续祷告 继续相信 继续信靠神 继续奉主耶稣的名来说话 我们这样说起来 要这样做可能对一些人很困难 如果你今天处在一个非常挣扎的一个情况当中 有时候如果有人跟你一起来为你祷告的时候 是非常好的事情 如果你今天需要有人跟你一起来为你祷告的时候 你可以来到前面 我们有两首歌的时间 你可以来到前面 我们有人为你祷告 可能有点不好意思要承认说你遇到了一些困难 但是我们很愿意跟你一起来祷告 好吧 一起祈礼 主啊 我们真的会在座 有些人可能他们持续地祷告 祷告 不过他们的祷告却没有得到答案的时候 我们为他们来献一下 我真的求你今天来激励他们 紧紧地抓住他们 我们作为教会这个肢体 我们也能够来支持他们 我们都需要你 我们都需要你的帮助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我们要来再次的信靠你 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 对我们所遇到的困难 来赐责 来说话 我们奉主耶稣大能的名 我们需要你自己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要来赐责